本节最后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12号 首艘轻动力托船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布鲁日港投入运营 该船由燃烧氢气与传统燃料相结合的内燃机驱动 其使用的双燃料中速发动机达到欧盟5级排放标准 托船运行的整体循环总体减少了65%的传统燃料消耗和相关排放 据介绍这艘托船的甲板上共安装了6个存储装置 可储存415公斤的压缩氢气